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一次的TensorFlow的学习当中来 上一次我们提到了在TensorFlow中怎么去使用Session 这一次我们就要使用TensorFlow当中的Variable这个变量 它定义变量跟我们Python中定义变量有所不一样 它定义变量呢,比如说我一个State等于这个变量等于TF.Variable 它一定要定义成它是个变量,它才是个变量 很有意思哈 那这个它可以给定这个变量一个初始的值 比如说我可以给定它是0 然后呢,你甚至可以给它的变量一个名字叫做Name 等于Counter 因为这节课呢,我们所要用到的这个Variable变量呢 是一个计数的变量 然后我们会每次往上面加上一个1 比如说我会把它计成012345这样的计数 先呢,我们试一下如果我们PrintState.Name 如果Print它的名字,我们可以直接看它的名字叫什么 好久哦 好,终于出来了 它叫Counter 然后它是第一个变量,所以它是0 然后呢,我们继续往下说 把这个comment先comment掉 然后呢,我们往上加的这个呢,是一个TF.Constant 是一个长量1 变量加上长量还是等于那个变量 然后我们的new value 这个新的值呢 新的变量值呢 等于 tf.add 也就是tfstone的加号 state 加上我的长量1 最后呢,我们就把这个update 更新呢 tf.assign state to new value 应该说是我把这个new value 这个变量呢 加载到了我的state上面 所以现在的这个state呢 当前的这个状态呢 就是等于我的new value 然后下一次运算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state 第二个state再加上1 变成另外一个new value 在tensorflow当中呢 如果你设定了一些变量 那接下来的这一步呢 就是最重要的一步 叫做initial 等于tf.in initialize initialize all variables 也就是我要初始化 所有的变量才会 在tensorflow当中呢 把这些变量激活 先写到这一步呢 是还没有激活的 一定要用session.run 才会激活 must have if defined variables 如果你有定义这个变量 你一定要用这个东西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 我们上一课所讲到的这一种 打开我们的session的一种模式 叫做with as session session 然后我们的session.run initial 我们再把它真正意义上的 初始化所有的变量 然后呢 我们再做三个循环好了 for in range 3 三次循环 然后session 每一次呢 就run一下我的这个update功能 update呢 就是把我的state update 成我的new value update 然后我就可以print 我的session.run state 大家也要注意到呢 我直接print state呢 是没有用的 我一定要把我的session 这个指针放到我的state上面去run一下 才会出现我的state的结果 那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run一下 要稍等一下 这个有点慢 这个不是加 是个逗号 对不起 不好意思 你看 最开始的时候呢 我run了一次update 那最开始的state呢 就已经加上了个1 它会输出1 第二次呢 它又加了个1 第三次又加了个1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一次所要说的 TensorFlow当中的variable 重要的是再强调一遍 第一 你如果有定义variable 一定要写这一句话 叫做initial all variables 然后呢 你在你的定义好的session以后呢 一定要run一次这个initialize 不然呢 就variable就没有被初始化 那OK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 如果你对我的课程感兴趣的话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有更多关于TensorFlow 或者是Python的基础学习 下一节课呢 我们会讲到TensorFlow当中的Feed的功能 或者是Placeholder的这个功能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的视频教学 拜拜